我把這奔赴稀疏長兵平亂的差事 替你拿到手了 這是陛下秘旨 可曹長青不好對方 我陪你細心啊 更重要的是 你沒必要與曹長青為敵啊 我問你 楚人最終目的是什麼 回家 沒錯 遣藏屬地只是權宜之計 等曹長青與那位西楚公主收攏舊部之後 他們必定會離開西楚重歸楚地 到那時西楚再無徹州之人 而你執掌兵權名正言順 那時你就是新的西楚之王